嗨,大班小朋友,你们好 现在呢,我们要做千岛罗瓦的练习 你们要准备一支铅笔 然后把课本翻到十九页 那小朋友看,这次的练习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走迷宫 我们要按自私走迷宫 这是在哪里呢?就是这个 小宁今天要到学校唱歌、跳舞、看图书 还要和小宏一起到公园去放风筝 那我们来看,入口是在哪里呢? 就是这里,我们不要走迷路 迷路加兰不渡,像这个啊 不能走的,是吧? 这个不能走的,我们就不要往那边走 那我们从入口开始走 我们要到学校,要做什么呢? 要唱歌,唱歌的词 在这里啦 那这是什么词?唱歌 然后还要跳舞 跳舞 跳舞了之后我们要去图书馆 要做什么呢? 看图书很好 我们再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 还要和谁啊?谁?小红 一起到哪里去啊?这条路不能走的 是吧?我们往这里走 小红要去公园,公园在哪里呢?小朋友看到了吗? 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咦?见到了公园 这个就是公园 在公园里面要做什么呢?放风整 小朋友读一下 放风整 玩了一天,小明就很累 回到家就要休息睡觉啦 那就是整整一天的活动 是吧?我们来读一遍吧 唱歌 唱歌 跳舞 跳舞 看图书 看图书 然后见了小红我们的朋友 小红 然后去到哪里?公园 要放风整 放风整 好啦 小朋友我们的练习就做到这里 小朋友们再见